大家享不享受收看MyRadio的節目呢? 其實MyRadio的營運是有賴大家的鼎力支持的 請大家持續支持MyRadio的月費計劃 付費支持自由發聲 記得加月費啦 大家可以以PayMe、PayPal、Patreon 轉數快又或者親民普羅政治學院交月費 謝謝大家持續支持MyRadio 付費支持自由發聲 請支持MyRadio BNO5加入移民簽證一條龍服務 包括買樓放租 子女升學 和到部後一切生活支援 永遠移民幫到你 快點打查詢二線 621-44-300 621-44-300查詢 108C又開啦 這個星期五六日 記得來尖東南洋中心 UG樓9-11號鋪 今次普羅也有產品在108C發售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記得去尖東南洋中心 UG樓9-11號鋪 凡購買普羅產品 我們都會有份小禮物送給大家 這個星期五六日記得來 現在和你否釋政治 第三節 今天在香港聯台有六十幾個員工 香港聯台的員工用墨站的方式 站在那裡沉默不語 聲援李君雅 因為李君雅就終止了公務員使用其合約 即是被他終止了 被管方 即是香港聯台廣播處長 副廣播處長 在理局廣播處長這些人 那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呢 李君雅大家印象很深刻的 即是 我很少見一個女記者好像她這麼尖銳 那她就得罪了林鄭月娥 即是由那天她在記者會裡面 這樣去對林鄭月娥問問題的時候 那我就知道她又真是不好找 所以我去那個時點三十一 即是做節目的時候去過兩三次 我都曾經對她表示 為她那個前程感到擔憂 真是成為事實了 這個是不是 多過分啊你說 你梁家榮收工吧 你梁家榮你 你又不會續約的了 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應該 別的你不撐 現在梁家榮你通訊局 那些動作你頭條新聞那些 你每次都接受的 每次都認錯的 是吧 頭條新聞沒有錯了 講完你港台的節目 浴景或者什麼東西 你全部都照單全收的 這麼奇怪的 沒有得抗辯的 現在基本上就是收拾你香港電台 是不是 但是香港電台現在仍然有一班 在工會裡面 或者現在的工作人員裡面 也有些堅守那個工作崗位 堅持這個新聞自由的 是不是 為數不少的 你不就炒掉他們了 有些是公務員 有些 喂 你試用期的 試用期滿我就趴走你 哪怕你是一個很優秀的新聞記者 也好 我也不會用你的了 那你梁君雅的表現 大家有目共睹 你看到的嘛 有目共睹 是一個相當優秀的一個新聞和協議 可以這樣說 是不是 你炒夠了 能力 是不是 那是什麼意思呢 然後 你管方 香港電台 那個管理階層 你算是什麼意思呢 現在是你殺的 你殺他 政府 你休藤說他不用負責 是不是 即是你的記者 難道問雙經局 問休藤說 是不是你主事 但是實際上關不關事呢 一定關 實際上你得罪了林鄭月娥 接著這些人就要懂做 就這樣 你說這個局面 是吧 乾脆改了這條法例 是吧 沒有什麼叫做編輯約將 將它變成 你想到CCTV 是吧 或者直屬這個中央人民 那種電台 是吧 那就可以了 是吧 做什麼油泡琵琶 半遮臉 是吧 趕得的 趕殺得 殺了你 財得的就是財 是吧 你家園用厚顏無恥 還可以繼續做你的處長 天天被人動 是吧 動了兩年已經 是吧 死狗那樣 是吧 沒得抗拒 喂 香港電台 我經常說 又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那路慘 是吧 現在如果張敏儀見到香港電台 這樣 我想她 不只是搖頭探飾 應該是非常痛心 可以這樣說 同一日 通訊事務管理局 就說做一個裁決 去年三集 這個港台節目 頭條新聞 有關這個 警方訊息 王喜 部份投訴成立 香港電台發出強烈圈語 要遵守電視節目首則相關條文 總共幾十鐘投訴 以前很多都不成立 你看看誰做通訊管理局的主席 現在做那個 以前做過大律師公會主席的姓譚 那位女士 不肯定所謂的 這個 親政府都 無限 以前我那個時代 我做這個立法會資訊 就是科技委員會主席的時候 資訊廣播委員會主席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的通訊事務管理局主席 是無得頂的 那些都是那些大律師 資深大律師 獨立的 那個委員會 政府部門就是那個通訊板 就是這樣 這些不是跟外國那些一樣的做法 就是等於現在台灣NCC 為何政府控制了它 那現在就這樣刪了中天 不能聽話 這樣而已 那你香港上 現在很明顯的 現在已經是 即是港台 在徐四民未死的時候 我九十年代 已經在那裡吵冤巴閉 說他陰陽怪氣 陰陽怪氣 我最記得那個時候 那時候都無所謂 那你就批評 那他們照做節目 現在不是的 現在是要收皮的 那你去炒這個利君雅的魷魚 那六十幾個港台員工 那個所謂墨站 那麽站就 都有大口號 原來不只是墨站 那些 政治凌駕專業 無法無天 拖延無蠢質 這些這樣 甚至批評這個廣播處長 被人牽住被指走 梁家榮聽之任之 你作為總編輯 你很清楚的 其實利君雅做得好不好 可不可以流用 試用期滿了之後可不可以流用 你是很清楚的 就是不能讓你做的 這些就是政治迫害 這些不是政治迫害 什麼叫政治迫害 說你這幾個節目 侮辱警務人員傳達偏見 暗示警務人員被視為廢物 租人厭戶 我全部都說得對 其實是這樣 他在描述事實 連諷刺都不是 你現在警察不是租人厭氣嗎 你有槍而已 你隨時喜歡抓人 我怕你而已 我怕你了 就不代表我不了得你 對不對 或者就算我不敢公開調查你 我懷恨在心都可以吧 當所有的人 大部份的人 對你警察那種厭惡 他不露營識 然後放在心裡都可以 去到最惡劣的地步 敢露不敢言 敢露而不敢言 可以嗎 如果你想真是 你又不敢怒又不敢言 那就沒辦法了 反正我敢怒都可以吧 如果你想 我怕了你 那行不行 你惡 那行不行 你有槍 你有沒有理我 你有權 你惡 那行不行 但是我不會服你 是不是 你浪費狗氣 一人就當你垃圾 當你是香港人的公敵 那行不行 不是公僕 那行不行 我心想行不行 行不行 行不行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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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你去渠警署之前 會繼續屌射你 是吧 為什麼又搞得她大肚婆小產呢 什麼笑落媽咽呢 請問 對她大肚婆 你惡不定就是 她才可拒捕 是不是 她可能跟你打兩句話而已 惡不定就是 不是 這樣都不行 你很過分 你告诉我,那为什么人家不会唾弃你,为什么不会讨厌你,这叫恶意描绘 不需要恶意描绘的,你个人冻出来,那些所谓就已经构成人家对你的厌弃,唾弃,讨厌 说完了,动手动脚,拉了回去尽情侮辱,拿电话来逐个打,怎么会不讨厌呢 老实说,我认识有些警察,他们的内心都非常惶恐,我觉得 有些差不多九旗那些,你可否退休走投,都大把的 那时候你走出来告诉人家,我儿子做帮扮,我儿子做警示很威 现在你跟人说,你可否蹲下头,要是看小谦主和胡军臣大家互相位置就可以了 你走出去,在背后人家去调查你了已经 我有一次在那些早几年,那些大陆客人来香港,那些暴法湖在那儿 不得恶死的时候,有一次我亲身经验,这个是 我老婆,LV有个旧行李箱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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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 她那儿在那儿去弄,要给很远的钱呢,就在两个旁 之后在楼下看手袋,拿着手袋来看,后面有个女人 把手拿到的后来看,这样也可以 哎呀,我一車,他給他錢這麼多,我們正在看著他,他給他錢,是嗎? 然後走一輩子,這個女人走出去之後,那些火鍵在那裡吵了,已經吵了你了,是嗎? 你來買東西,我當然是歡迎,我不是隨便跟你吵你了,你不說普通話吵你了,是嗎? 你走出門口吵你了,混蛋了,現在警察就是這樣,所作所為,我最生氣的是,不斷進去大學校園搞事,然後未提名的調查,哪有這麼荒謬的,現在變成常態的,大哥 你已經在外面抓了幾個學生,還要去宿舍,三個宿舍裡,你不是做給其他人看嗎?你明白嗎? 是 你當這些小孩一定很害怕,是嗎?現在又有疫情,現在又沒有這些示威,你以為天下太平? 是嗎?是嗎?擺了個心裡面,大哥,社會始終都是不穩定的,是嗎? 是嗎?這麼多人可以坐牢,是嗎? 是嗎?大部份都是冤案來的,老李朗美真是,是嗎? 是嗎?拘捕那些也好,告那些也好,判那些也好,你問心有無愧? 是嗎?他們是不是作奸犯科,殺人放火,是嗎?是嗎?是做這些事呢? 就是等於現在俄羅斯的反對派,是嗎?他就回去吧,他準備坐牢的,是嗎? 他一坐牢,你怎麼周街暴動呢?是嗎?你覺得普京很有趣,是嗎? 是嗎?這個是政治來的,stupid,OK? It's politics,什麼法律,國安法,全部都是政治來的,是嗎? 你這班的奴才,你去執行這些屌,你想想, 喂,極權,幫極權做幫兇的,你想想,納粹時代那些人什麼下場? 那些警察,一二次殺你,大二次結束之後什麼下場?是嗎? 為什麼會有審判呢? 做多些這些事情,屌你,可不可以真是,現在你惡,是嗎? 是嗎?犯法啊,這些暴徒啊,屌你,什麼基本良知都沒有啊, 說這些屌你,什麼你有良知,是嗎? 翌日就知道,哈哈,你有良知,翌日就知道,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美asting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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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